屯區移民中心的戶外場地相當的大 然後當初建築師的理論是以比較樸質的一個顏色色彩 一個比較圓融樸素的一個色彩 那在這個戶外廣場的部分 它是屬於比較自然生態園區 那我們是想說如果能再利用一些色彩豐富一點 讓整個可以吸引我們一些來到這邊 路館的民眾或是在這周邊散步的民眾 可以來欣賞一下然後做一些刺激 那我們希望說能將藝術的元素也把它加進來 那這一次也是剛剛很湊巧 我們廖本森老師 也是我們台中市當地的傑出的中青輩的藝術家 然後當然這個想要這樣把階梯美化了我想還是要 也是我們文化局的葉樹山機長給我們大家一個提醒 就是說我們的中青的這場館 有很多的地方其實是可以利用彩繪來把它裝扮得更美麗 然後更色彩更豐富 然後更吸引民眾來注意我們這個服務的機關 它跟平面完全不一樣 你必須面臨的東西 我們知道階梯來講它又高高低低 再來它並不是一個平面 因為它是一個磨死的一個地址 那在彩畫的過程裡面呢 其實比平面的繪畫更辛苦 所以這個禮拜下來我的手指頭其實有一點點受傷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它摩擦的時候它必須讓那個 尤其原料呢吃到那個縫裡面去 所以你的力度會來得比平面上來得用力 所以這個禮拜幾乎都是趴在地上 不然是跪在地上去做畫 跟平面當然是不一樣 以前我們的美術老師教我們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畫蘋果 那每個人都只看到外面那個蘋果的形狀 可是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一個老師教我看過就是說 你怎麼去看蘋果 因為所有的人幾乎只看到形 沒有人看到蘋果裡面的 它的香味 它的味道 它裡面的肉 它裡面的果 當你把它切開的時候 它又是一個不同的一個形式 所以這些造型其實它是一種種子的潑面圖 透過放大進去放大以後 是它所產生的一些紋路 那我只擷取它裡面局部的東西 並不是完全根據視覺所看到的東西 不管是展覽也好 或是就是彩繪的東西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去讓我們的下一代去了解就是說 其實繪畫不是只有眼睛看得到才可以畫 眼睛看不到的很多東西 只要你敢它還是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表現 在我們畫面上精彩的道cendo